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新加坡的小云渡 小云渡是新加坡旅客必报的一个景点 这里是这条街叫做石龙岗路 就是我们小云渡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街道 今天下着毛毛细雨 所以人潮比较少一点 不然平时这里是人上人海 这里卖的什么东西都有 卖金饰、卖手提电话、手机之类的一些产品 还有最常见的就是这些卖纪念品的 这间店是卖银饰的 还有金 这家店卖的是纪念品 一些衣服啊 还有那些小件的纪念品都印上了新加坡的花样图案 三件十块钱 如果到新加坡旅游的话 别忘了带一些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当做手信 待会呢我会带大家进去一栋 刚刚重建好的店屋 这家店屋呢就坐落在The Lilio's Road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 要少到下一个视频哦 我们待会见 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二层楼 第二层楼这里呢 有两个阁楼 这是第一家 这边进去 这里是个阳台 就是让你维修你的空调 空调的那个机器在这边 然后这边上去呢 是一个小阁楼 这是第一个小阁楼 这地上呢是那个原装 原来的那个木板的装饰 然后这边出来 现在这里 这是楼梯 这里这边过来 这一间 是 卫生间 也是装修过的 继续从进去 这地方呢 是个天井 采光用的 然后再进去 这个地方又多一个空间 这个是跟旧的那些电屋呢 是一样的 因为以前呢 这些电屋都是 一家电屋住了几户人家 那有不同的那个 那个入口 所以这边呢就住一家 楼上呢可以再住多一家 我们在楼上看看 这是第二个阁楼 这个地方呢就是 这个方向呢就是 电屋的前面 它的那个大门 就向这个 向这个方向 这是第二个阁楼 这阁楼的面积 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这些天窗 就是采光用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看得到下面 如果需要私隐的话 这个地方还可以再遮起来 这里可以建议到我们 现在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这一家电屋呢 已经装修过了 它装修的时候呢 这些用的这些材料 政府规定 一定要用防火的材料 这些都已经通过了那个批准的 才建讨的 因为在新加坡呢 你这改造这个电屋 尤其是这种保留的电屋呢 政府的那要求是非常严格 不只是它的外观 一定要符合传统 就是跟以前的时候 在60年代的时候的那个模样 一模一样之外呢 还有就是那些里面的那个材料呢 一定要符合安全的标准 OK 所以现在再看多一遍 我们刚才从这里上来 这里是 上面是一个小的阁楼 这是卫生间 这里呢 上去是一个比较大的阁楼 OK 就这样 我们现在到楼下去看看 现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那个后门 这个后门呢 可以方便卸货啊 还是搬运比较重的东西呢 可以从这里卸货 可以从这里进来 这家电屋呢 在前面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因为在新加坡嘛 面积小 所以停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现在这里呢 停车是没有问题的 这家电屋呢 这是在一楼 等一下呢 会到楼上去看一下 那这里呢 一样都是那些防火的材料呢 符合标准的 都已经经过批准了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餐饮的 这里就是那个天窗 方便采光用 等一下我们到楼上的时候 你从窗口就看 就第二楼的那个窗口 你没看得到 那是第二层 这里进去呢 这个地方呢 这是政府规定的 一定要有一个轮椅 可以进入的一个厕所 轮椅可以用到的一个厕所 这是规定一定要的 然后在后面呢 我们这个店屋主呢 建的多一个小个的厕所 也方便工人啊 可以用 这地方 这里这门 这道门 一上去就是二楼了 我们看一下 这是后门 这个是上二楼 这个也是官方规定 一定要见到的 防火的设备